话说前一阵时尚圈那卡通元素 简直被小猪配齐图吧 不仅频繁的出现在各大单片上 甚至还让众多明星们爱博士手 就算出个街也要戴上一两件配齐棒身 才有安全感 说到底还真是哪都有的 无论是做腕表还是包包的挂饰都成了首选 一看就是满满的少女性 就连直男陈伟婷也迅速被她攻陷 一身帅气的造型揪着佩齐的耳朵 还真挺有反差不蒙的 我们的白月光复查皇后秦岚出现 在机场也抱了个佩齐刚报标 顺岛还用粉色的玩偶点亮了简单的黑白造型 谁还不是各社会人打的 然而风水轮流转 一条打败小猪佩齐的话题 再悄悄增长的热度 我赶紧点进去一看 这不是很早之前2010年发行 就有的小马宝丽吗 绚丽的七彩发色配上洁白的毛色 妥妥的就是为时尚而生啊 吹风机小猪终于要在时尚界暂时下架 网友们有恭喜小马宝丽终于火了的 有惊觉自己一直走在时尚前沿的 还有的直接预测 起了下一轮卡通大佬是谁 不过我感觉这些人卡通王刚上位 你们就琢磨着下刃 是不是太着急了 毕竟这么好看的印花 真的不打算多穿一回 在这古彩虹小马风潮的引领下 Loskimo 2018春夏秀场的画风也成了这样 配上清新亮眼的粉蓝色调 还真是超级有同学呢 辣妈 孙怡迎着这股时尚浪潮 在机场就穿着一件同样出自Loskimo的小马 印花T恤出镜 全身以白蓝两色未及底 黑色条纹丰富层次 满身都是轻松的感觉 胸前灿烂的印花 无疑做了点睛之笔 可爱娇俏 一直是她穿搭的主流 乔西妹子在一组游玩 赵也选择了同款宝丽印花T 下搭牛仔裤全身 充满了休闲的质感 跨个轻薄的红色链条包点亮全身 简约去不乏细节 这件印花T还让佟丽娅 蔡依林和周秀娜 纷纷都加入了小马宝丽的阵营 虽说搭配风格不尽相同 但是暴露的少女心却极为相似 出镜率较高的宝丽印花单品 还有这些位仪 素雅的浅蓝色望过去满眼都是小青心 在那扎官小童和李小璐的身上 也得到了非常棒的演绎 不看年龄单看造型 明明都是二十岁的少女嘛 欧阳娜娜晒出的这件卫衣 也选择了剑箱四款 配上精致的晒商装 俏皮灵动的那股劲头 全都在造型里了 好朋友宋祖儿紧跟其上 在街头穿了件粉色彩虹小马印花连衣裙 踩上短靴下衣消失 话说这一身简直 是对少女心的完美演绎 不仅衣服很粉嫩 连包包都选择了配套的小马形状 卷起袖口也是挺能气搭 张天爱 在参加工艺活动时 亲自操刀设计的一款T恤 也运用了这种元素 彩虹兵机灵家独角兽 虽说少了点铜针 但百搭 耐看的属性依旧是足足的 也许有不少欲解翻门的妹子就敌过了 这么卡通的图案明显不适合自己 那是你没见过景 田江书影穿的这件吧 同样是彩虹小马的元素 配上黑色基底明显 就有了酷酷的味道 目测是小马们长大的样子吧 声明文字原创 图片来自网络 如有侵权 请联系我们删除 谢谢 谢谢 谢谢